以哈的停火協議再延長了 經過卡達政府的居重斡旋之後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人道停火將延長兩天 但哈馬斯要交出更多的人質 有沒有辦法交得出來恐怕得打上問號 而加薩走廊在以色列狂轟猛炸之下 現在是殘破不堪 更傳出以色列不想放手 派出無人機攻擊伊朗 這個哈馬斯老大哥的核設施 停火卻不停戰 以色列真的不站到最後 加敏不罷休嘛 對 明確沒錯 因為以色列之前就講過說 我要在地球上面把哈馬斯整個給抹除掉 所以你當然對他們來說 我當然要趁勝追擊 尤其現在對以色列來說 我現在占上風啊 對不對 你說要停火 好 那你居重卡達這一次 再來居重來協調嘛 所以原本是停火四天 從上禮拜五開始 現在多加兩天 也就是到今天稍晚的這時間點 將會是停火的最後一天 不過當然這些居民來講 當然也是趕快趁著停火的時候 趕快有要買東西 有要物資 你可以看到有61輛的這種卡車載著食物啊 水啊 醫療用品等等 來到加薩的北部 那當然大家趕快有物資來 趕快去拿 趕快去搶 尤其現在在停火的狀況之下 至少我出門我是安全的 那當然大家想辦法 還是要把這個日子給過下去 所以你看有沒有貨車一來 大家趕快掀開帆布 能拿多少是多少 因為沒有人知道 這場戰爭到底還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有可能會結束 不過其實在最近還有一個訊息 我是覺得比較 至少有揭開真相的一個感覺 大家還記得在剛開打的時候 10月7號開打 在10月17號的時候 加薩有個醫院叫做阿里阿拉伯醫院 當時不是被飛彈給炸了嗎 對不對 想說到底誰幹的 對 沒錯 當時討論了非常久 因為大家都說是你幹的 不斷地說是對方做的 那現在人權組織它就公布了 我們畫面上看到 包含有照片 影片 衛星影像等等 去做一個比對 那當然對我們來說 我們外行人看就是 這是爆炸的一個畫面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當時他們是透過 四個角度的監視器 來去做比對 包含說你這個飛彈的彈道怎麼飛 然後包含你這個炸彈的規模等等 來去做比對 結果發現阿明君 這個飛彈是從 這一個醫院的西南方來的 什麼意思 從南邊來的 從南邊來的 你看當時10月17號的時候 以色列他軍隊在哪裡 他在北加薩 那你怎麼可能飛彈會從南邊來 所以做出的結論就是說 這一枚飛彈應該就是 巴勒斯坦武裝團體 所使用的飛彈 誤射 所以導致這起醫院爆炸 爆炸當時巴勒斯坦講說 你這樣亂炸 造成我500多萬人死亡 但現在看起來 一來死傷人數沒這麼多 二來搞了半天 是你們自己自己人誤射炸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有點真相大白的一個感覺 不過真的巴勒斯坦 跟武裝團體有關係嗎 我們再往下看 講到以哈修在 其實關鍵點是哪裡 你要放人質來嘛對不對 所以到了這個停火的第五天 紅十字會委會 他們就接收了十加二名人質 為什麼講十加二 為什麼要特別把它分開 這十名包含是九名婦女 跟一個孩童 另外這個加二 就是由聖戰組織移交的 是另外一個組織綁人啊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那你說這個哈瑪斯 你說這跟聖戰組織 中間有沒有掛鉤 這一個飛彈 是不是你聖戰組織 你的武裝團體發射 是不是就很有可能了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看起來 哈瑪斯真的是被打到 要跪地來求饒 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哈瑪斯爭取局的官員 哈瑪德他就說 我們現在想辦法用我手上 能夠用的牌要換取什麼 要來努力爭取延長停火 最好他們最想要爭取的就是 我們最好永久停火 要來解決就是以色列的問題 那所以就表示說 那你現在是被打到 已經承認敗仗了 我已經亮出所有的底牌了 就是要來換停火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來換取更多的一個停火 甚至就是能夠和談的一個協議 不過這些東西看在以色列的眼裡 他總理納塔亞胡就說了 沒有 我沒有要跟你談 我沒有要跟你用就停火 軍事行動會持續下去 直到加薩不會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為止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 以色列又覺得說 我現在地面作戰非常的成功 逼得你 哈瑪斯必須要來跟我來討論 就是拿充滿來跟我換 尤其你看到這一張空拍圖 明君你看 原本這一個是加薩市區 它其實大樓林立 裡頭包含學校也好 醫院也好 教堂也好 行政室也好 通通都在這個區塊 但現在看起來 乍到了你不說 我還以為是這個月球表面有沒有 全部都變成廢墟一片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以色列很擺明的 就是要跟你硬幹到底 好 看起來 這個儘管目前是暫時休兵停火兩天 不過以色列要來揭滅哈瑪斯的決心 並沒有改變 甚至還在周圍開了戰線 最近伊朗的核設施被攻擊了 有人就在講 就是以色列幹的 他為什麼這時候還要去開別的戰場 好 明君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 以色列他這個說 我要打到底絕對不是說說而已 其實他也是用行動來做給你看 包含說最近在這個地中海論壇 所進行的這一個會議當中 其實當時會議就提到說 希望能夠延長加薩停火 對不對 因為這個地中海聯盟 它包含有歐盟的團體 包含歐盟的國家 會員國 包含中東的國家 大家都希望說 這個戰士能夠趕快停下來 但是因為上個禮拜接候說 我們這次開會的內容 要變成說要討論加薩停火這事情 以色列就覺得說 沒有我的同意 你怎麼變更一層 那我不去 反正我就沒有跟你談說 我要停火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停火這段時間 剛剛明君也講到 伊朗它在中部的一個核設施 竟然遭到破壞 而且甚至發生爆炸的一個狀況 那而且呢 調查是說是因為 遭到無人機襲擊發生爆炸 那當時伊朗第一時間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們沒有被攻擊 我們是當時軍事演習 有發生了一些意外 可是有人去調查了 你伊朗當天根本沒有軍事演習 那你這個爆炸 你是不是被人家針對 被人家來轟炸 甚至你不敢講呢 那又有人講說 這會不會就是以色列的 這一個情報單位 莫薩德來出手報復 因為畢竟你伊朗 你就是不斷在支援哈馬斯 對不對 那甚至背後 還有沒有其他國家勢力介入 待會來講給你聽 那伊朗除了這一個核設施 被破壞被攻擊之外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 國內局勢很大的一個危機 怎麼說 因為他們的精神領袖 何梅尼 現在陷入重病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陷入重病 是突然身體不好嗎 還是他一直身體有狀況 這個不曉得 如果說他是突然有狀況的話 他會不會跟這個核設施 被攻擊 是勾結在一起 是被人家投毒 或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那如果一旦 有這個陰謀論 對 如果一旦 何梅尼他離世的話 那伊朗內部 當然政治就會開始產生動盪 會是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而伊朗現在當然 自己國內遇到問題 當然也是不斷向外 要來尋求一些協助 包含哪些軍事的部分 來看他其實包含 在於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急需要幾樣武器 包含蘇凱35戰機 另外包含米尔巴的攻擊直升機 那為什麼要蘇凱35戰機 你要知道 它的最高速度可以來到兩馬河 它的性能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精良 你說包含這種短程的空對空 中程空對空 或者空對地 空對艦的 這一種飛彈 它通通可以掛載 那目的就是擔心 如果到時候美國F-35來的話 我要有飛機可以去跟它來對抗 因為現在伊朗 大部分的這種軍事武器 都是在1979年 以前所購置的東西都舊了 所以要想辦法尋求 新一代的武器 要來跟美國抗 跟俄羅斯要來要新款的戰機 對 沒錯 那除了蘇凱35之外 另外還有米尔巴的攻擊直升機 這個可以說是 是俄羅斯版的這個阿帕基直升機 因為它其實包含 它上面有掛這個機槍的部分 它其實空對空 每分鐘可以打到900發 空對地可以打到300發 所以它的這個攻擊能力非常的好 那包含可以掛在空對空飛彈 反戰車飛彈等等 就是等於說 它空中的作戰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就比方說 你現在看起來就想辦法 你也擔心說 接下來我可能會受到 美國的一些脅迫 所以我要一些先進的 這種空防的部分 那為什麼他會這麼擔心 你看拜登他就講了 希望說能夠解禁武器補給的部分 如果一旦解禁的話 那我就可以繞過國會 把這些先進的武器 給送到以色列去 所以現在看起來 美國看起來就是在 以色列後面 我來幫你撐腰 你要武器我給你 那拜登話是這樣講沒錯 不過請你看 美國已經給了以色列什麼東西 包含鐵琼攔截系統 所使用的這一個飛彈 就是塔米爾飛彈 總共312發 一發就要5萬美金 他已經給他300多發 而且不是只給你飛彈 包含我美國陸軍 正在使用的兩套鐵球 我也運過去給你以色列 甚至包含還有5萬多發的 155厘米的這個炮彈 我也通通都運過去 所以就表示 美國真的在背後 幫以色列不少 那尤其我現在來講的這個東西 就非常重要了 之前在俄物戰爭的時候 美國曾經提供給烏克蘭 100套的這一種彈簧刀的無人機 那現在這一個彈簧刀的無人機 你看彈簧刀600 它可以打到32到40公里以外的 這個目標物 那甚至它本身是彈頭裝備的 就大概有薰衣飛彈的 這種強度的一個彈藥 所以你看 如果說美國給它無人機 那你再回過頭來看到 伊朗中部的核設施 被人家破壞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無人機 那所以這個無人機 會不會就是美國暗地裡 提供給以色列的呢 因為你不要忘了 包含在這一個 黎巴嫩的真主黨也好 在這一個夜門的反抗組織也好 甚至頻頻自擾美國的 這些武裝部隊也好 它的背後老大哥是誰 都是伊朗 所以當然美國現在 包含你說這一個 飛彈也好 榴彈炮也好 甚至彈簧刀600的無人機也好 他默默的來提供給以色列 當然就是可以幫助以色列 去幫他牽制住 中東的一個戰況 但是現在美國表面上講就是說 我們希望大家 不要繼續打下去 希望能夠停火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但是問題是 美國當然也希望說 我要緊緊握住 以色列這一個我在中東的盟友 靠著他包含去對抗伊朗也好 包含就是哈馬斯也好 還有周邊你說真主島 夜門的反抗軍組織也好 對美國來說通通都是可以 中間雙界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攻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